千萬不能騷擾他 音樂請停 音樂還要聽 要不要練夠 弄美 弄美 聽到那個玻璃渣碎掉的聲音 已經聽到了 做響 會響 要靠他了 這在運功了呀 還有好幾步演 這是家裡的小朋友 fireworks 千萬不要學 這個要練過才行 怎麼會這樣同仁未她捏把腿地癌 現在離總點站了 還有大概兩分半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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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也節目啦 剛剛我們打招呼很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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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這裡 你是要唱什麼 你是不是 你怎麼亂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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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恭喜恭喜 恭喜這個 黑洞烏龍八號已經順利滿村 還有剩下兩戶 拜託一下 我們這裡不是工地秀 對 一直跑到這裡來放什麼 泡澳幹什麼 因為我們是已經從外地 已經暴劫回來了 暴劫回來是暴什麼 目前我們龍兄胡弟的收視率 高達78.62% 真的 等一下 另外兩台有台呢 加起來剛好是8.13% 好 好 了不起… 來… 這個要放一下 沒關係 我這個鞭炮呢 它這個火藥已經倒掉了 大家不要怕 好… 它是不可能爆炸 對不對 而且是一種鴛鴦炮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響 回來 你這個賀一航講話 簡直是烈氣八糟的 對不對 你把你看嚇著 漁風跑得太遠 沒有騙人的了 來… 來…過來… 什麼收視率已經暴劫了 簡直是開玩笑 大哥不可能吧 我們今天是錄影的 根本還沒播出 現在… 現在這個還沒播出 還沒播出 快點… 搞錯了… 你別開玩笑 我們不要爆這個東西 做節目是為了觀眾朋友 對… 這個收視率其實不是很重要 對… 影響不了我們大哥的身份地位 這樣子搞下去 幾乎引起人家反感 對… 這個節目的精神超值 對… 我們今天要在這個單元裡面 提供一段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可以說 博大精深 威名遠播 其中的奧秘可以說是 深不可測 所以今天這個單元 為大家介紹這個中國之氣功 那您是請到了 中國大陸來的這個氣功表演 那當然… 那這個兩隊隊長 大家就要負責了 那我們這隊先來了 是的… 你們那一隊可以 我們這隊在我旁邊這位 林立揚先生 好… 好… 這位當時從大陸起來的重要 他是武當派第十八代掌門弟子 在第十五代的時候已經解散了 那怎麼會有第十八代跑出來 就是流落外鄉三代 同堂 三拜同堂 你先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我一個朋友 是 從香港特地來幫我們做這個節目 幫你做這個節目 對…來 Be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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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Mr.U USA 好… 我今天呢 就是要用這個冰塊擺在我的身上 然後用一個大的錘子 在我的身上 立揚兄 這是平常一講的 對小節目您這個貢獻 我們已經感同是… 沒有… 您的犧牲我們怎麼敢當 人來就好 萬一出了什麼問題 對啊 你這個身體看起來對不對 也不是好像是三槍打不透的樣子 這個當然不是隨便可以做的 做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以前啊 我們拍戲 是…有練習過 練過的 練習過的 練習過的 真的有一點點起步 保險的沒有 我有買保險的 那有沒出過事情呢 我暫時還沒出過事情 暫時還沒出過事情 目前還沒有啊 我就怕意外 這是應該有一點 為了龍生虎的意外 也沒有關係 好 真的… 那我們就現在來 先做一做這個 好 來… 來… 來…把它搬出來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們 這個林立揚呢 他是有經過學過 是有這個基礎的 氣功表演 這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 躺上去擺冰塊 希望大家要特別注意 好 各位現在看到我們林立揚 躺在兩張長板凳上面 狠躺 來… 你覺得這個會不會很恐怖 腰力不簡單 不要直接坐上去 這樣子我也會啊 這樣子你也會 可是他不是這樣 他是這個冰塊 現在搬上了一塊 大塊的冰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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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東西啊 汽油 那你真的要小心 這不能開玩笑 那他這個已經 萬一流到褲子上怎麼辦呢 想不到這個 他還喝無鮮汽油的 好恐怖 好… 好… 那那個冰 冰順著那個水 這樣流下來有沒有關係啊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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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揚兄 立揚兄 你看有有有有 剛才打的地方好像 哎唷 哇 這真是太恐怖了 那些那個火 腳有沒有怎麼樣 沒事沒事 還好只刷到這個腳啊 你看看腳嗎 還在不在 而且他那個火這樣順著那個冰塊 這樣流的時候 就流到他這個腿上 哎唷 哎唷 佩服佩服 這個是真的不能在電視機旁邊的朋友不能亂學 不能亂學 因為我們是有有學過 你看看 表演者都會覺得很恐怖看到沒有 哎唷 哎唷 那他剛剛那一捶下去的時候 這個著力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這樣子 因為他他捶下去我一定要跟他配合 要有氣 他的那一下我一定要用我的肚子氣 一頂一下 運氣 運氣 運氣真的要運氣 是是是是 運氣不錯所以那一下就沒事 哎唷 你是說你運氣不錯是嗎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 運那個氣啊 非常了不起 這是真的 怪怪 哇 這個鐵錘啊 還不是用尖頭那種 你知道嗎 一敲還不是敲就挖到了 糟糕 哎唷 真是讓人嘆為觀止 但是 憑良心講 現在藝人的生命的寶藏 已經越來越小了 是 哎唷 為了我們節目這樣子 是讓我們非常的感動 又從香港新來的 太 太這一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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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喝一口 我看今天你們這一隊可能麻煩了 對不對 我們這一定要公布啊 謝謝 他們不要這樣 我們說很精彩 對…不要轉台 趕快交代一下交代 是…不能轉台 我們真的是這樣 我們這裡啊 多少是練家子功夫啊 他們那個叫做外加功夫啊 沒有 外練筋骨皮 內練一口氣 哎唷 我們這邊那還得了啊 對…你剛剛這樣講 他說你那個是外功還是氣功 到底 那個應該是氣功 我氣功耶 氣功耶 對 他是內練筋骨皮啊 騙人啊 那個提高一點就行了 那個火燒的腿都沒感覺 你看 插藥 怎麼好多那個人燒成這個樣子 你就說 你們先來看看我們前面的道具 有本事來看看 多少玻璃屑 哎唷 哎唷 這是幹什麼呢 這是幹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 這個要在上面睡覺 打滾翻滾什麼都來 啊 亮哥 千萬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對我們節目 對我們兄弟倆的關心 但是也不能因為這個節目以後 從此以後看不到你 是 那我們其他節目怎麼做呢 大哥 我也不會笨到自己來 哎唷 那請到我們的高手 文化大學 國術教授 哎唷 而且是魔教的教主 哎唷 邱海鄭小姐 歡迎他 歡迎他 不是文化大學國術的 不是體育系的 這 這 他剛剛講是他們翻滾的玻璃 那是他要做的動作 您投保了沒有 哎唷 我想他們剛剛做的是千錘 我是百練 百練 就是經過了百次的訓練之後 熟能生巧 我也不敢說我有什麼氣功 但是我經過一次一次的練習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膽大 心細 好 好 那這個表演需要什麼幫手 所以 把汽油拿來一下 鐵錘要幫 也是要點上汽油 沒有沒有 這是我個人一個人表演 剛剛他們兩個人 我們這一個人就行了 今天這個表演 最好是能夠完美成功 不能有任何閃失 對 你現在還可以考慮要不要表演 對啊 但是我覺得既來之則安之 他有個要求 希望大家不要騷擾他 不能騷擾他 讓他很專心 是是是 好 所以他表演的時候 需要弄我們這隊的方丈嗎 我們一直都幫你找到 請你們不要找出方丈來騷擾我們 好 掌聲鼓勵一下 來我們來看這個精采的表演 尋教他 我這不能開玩笑的 小心 邱凱森他本身就很喜歡運動 對 手球隊 手球隊的這個 他現在在運氣 他很厲害 行家一身手就是有沒有 就知道有沒有的 一般人呢 這個真的不能開玩笑 小鵬也是絕對不能學的 千萬不能學 就是練過才可以 對 千萬不能騷擾他 好 音樂請停 音樂還要停 要不要練過 弄美 弄美 聽到那玻璃渣碎掉的聲音 已經聽到了 做響 這在運功 哪吼 我一定不會練到的 渣步 這是男人的 天一堆 我還要玩 學習的 這在運動 他會有很長的 也是 為了 還要改變 一篇 一篇 一個 我最狠的 很長的 不舒服 好 馬上到達終點站了 哇塞 這不是開玩笑 好棒喔 玻璃還黏在他的腳底 太不可惜了 把腳底大家看一看 還插在那個上面 真的都沒有流血 哇塞 看一下順利成功 鼓勵一下 看到沒有 女生的黃飛虎 等一下 你那個Pay什麼 Pay什麼 來 我們葉小姐來 她剛才講過 她怎麼上面洗把臉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洗臉 來來來 這個心得跟我們講一下 唉唷 邱海鎮這個已經 相當恐怖了 對 我相當急 上一次上我們節目 講一則笑話 已經引起很大的迴響 對 但我們節目簡直是拼命了嘛 太感動了 哇塞 真的熱烈掌聲了 謝謝她 這個要怎麼樣去練呢 我覺得 當然我很感謝我的教練 圖教練 那還有就是我覺得 藝人平常可以練練氣功 因為對我們唱歌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比較心服氣躁 所以呢我練氣功 我希望能夠讓自己穩 然後讓自己比較內斂 很多事情有修養一些 你看看多有意思 這真的太棒了 我們這個不但是內斂一口氣 我們還可以學到這個德性學得好 氣功 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走場 你還可以一邊走一邊唱歌 我剛剛專心太專心 那所以因為我很怕會漏氣 漏氣 因為漏氣的話就很容易出狀況 就很流血 那老師告訴我如果在假以時日的話 我可能可以唱歌 這座現代的義賊廖天丁 刀山見海什麼 屋簷上下對不對 來去如飛啊 會喔 值得鼓勵一下 鼓勵一下 太棒… 表演得不錯 真的是不簡單 這兩段真有拚 剛剛講到這邊 接下來我就宣布了 以後每一段這個時候 我們都會有特異功能 因為藝人大家都以為說 我們只會唱歌 今天有我們林立揚跟邱海鎮 小漏了兩首 就知道藝人的才華 其實是挖之不敬 取之不絕的 這個是不是啊 從此以後 我們這個特異功能單元 就開始設定了 每個藝人來都要先學會特異功能 好 休息一下 再繼續介紹我們的龍兄蝴蝶